他是抵蕩主公抬自己,超過一切稱為神,以及一切受人敬拜,甚至坐在神的殿內自稱為神 神的殿到底是甚麼意思呢? 神的殿,聖經講有幾個意思 一個就是耶路撒的聖殿,一個就是教會,也是神的殿 所以有些人說是教王的系統,不是某個教王,是教王這個系統 因為教王說他們的說話和聖經是有同等權利,這是天主教的特徵 教王所講關於教義的東西,歷代以來講過的,譬如馬利亞,聖天,他們也講過了 教王無錯謀,教王一講關於教義的東西是不會錯的 這是天主教裡面的教義,這些就是他將他和神的說話同等 所以有些人就說,這個人就是敵基督,但他的確有敵基督的跡象 但是他是不是去到這個位置呢?他暫時未去到這個位置 但是他未發生的時候,很多人就估計是誰 但是,到底在耶路撒的聖殿,或者在教會呢?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在現在去決定了 這個就是其實,釋經有一個很重要的